歡迎大家 我們有23位小特首來到禮賓府 大家以前來過沒有? 歡迎大家 大家第一次來 還有很多家長 還有我們小同學的朋友 多謝大家來 歡迎大家 大家都知道 有一些報告 一會兒會交給我的 今天主要是聽大家 聽大家講 學生如果想升任這些位置 他們就要不斷進修 因為現在可以說 通街都是大學生 令他們的競爭力 是要不斷進修 不斷去學習 才可以提升自己競爭力 才可以找老公做 但是在提升競爭力的過程裏 有需要很多金錢 很多資源 比如出外國讀書也好 在香港進修碩士博士也好 這些全部都是關於錢的 我想問 如果這些學生 他們的爸爸媽媽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老一輩的勞動人口 令到他們可能整個家庭 對錢這個問題 跟他們息息相關 完全是影響他們整個一生 我想問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這麼矛盾的問題 這個勞動市場 他的收入要不斷 這部分講的構思是要照顧的 所以我們有兩三種問題 一個幾年前 好像很大爭議了 幾年前我都伸個頭出來 我支持香港一個法庭最低公主 我認為 只要我們那個水平定得合理 香港的僱主是負擔得起的 而證明是負擔得起的 那時候是二十八分鐘 現在收不到 第二個 我們真的要想 香港人的某種形式的 退休部長 我認為只要我們想好辦法 我們也可以負擔得起 但是不能夠濫用 工作能力越來越低 收入越來越低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有一些職位 可以適合他們的 教水平比較低 而且比較大 但是他有工作 他有工作 不是只有收入那麼簡單 而是他有工作的專業 不只是拿政府福利 他有工作的專業 也覺得他有精神的健康 為什麼 我們在 剛才說的四大產業 四大產業 我們各有得重點的 就是因為四大產業用的人 是很不同的 金融 人均產值很高 人數少 大力產值很高 大力學力很高 就不是剛才你和我說的 那一條 反正說 女人 人均產值低 但是你僱用了大批低技術的 中路年 我想問 政府會不會設立一個 給兒童去發聲的 一個諮詢的論壇 去討論有關政改的問題呢 還有呢 剛剛就講到 求何不是求分數 我想問政府會不會 現在 有什麼方向去加強求何不是求分數這個理念的措施呢 我也很想 香港的日後教科書 香港的歷史書 這樣寫的 就是說香港有私利 第一次 普選行政長官 是由梁振英做特首的時候 落實一點 這個問題上 就是求學 是否求分數 是否一定要讀到大學 下一代才有前途的 這些我希望能夠團結到的想法 譬如說 我自己在大概半年前 我在政府中部接待了大概十個青年人 他們去德國參加一個世界紀錄大賽 做調酒的 有一個是做餐飲的等等 我相信他們日後呢 他們有個豐盛人生 他們的社會發展得非常好 不一定說要讀完大學 把沙子出來 但是他當然每一個都是勤奮的 是專心努力去做的 但是他們沒有讀過大學 做得非常好 我希望這些信息能夠出現 每一個人 天生我菜哪有用 每一個人不是生出來一樣